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立场当中我们都会发问一个问题 我还记得我还没信耶稣之前 大家每次都看到基督徒走来走去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说你接受了耶稣了没有 或者第二句话问我如果明天你死了怎么办 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问说你走出这个大门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花五分钟的时间跟你交流一下 他的五分钟就变成了三十分钟 他们的五分钟往往不会是五分钟的 所以我时常有给基督徒一个 以前我给基督徒一个名称就是一个无底坑 因为他们很喜欢你懂得他几时开始 不晓得他几时完了 所以他一开始讲起来是讲得不停 他跟你讲五分钟你就要准备五十分钟 因为他们说我跟你短短的五分钟的分享 而五分钟的分享里面他往往不会在五分钟就结束 可是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尽量就在二十五分钟 不是说明天的二十五分钟是今天晚上二十五分钟之内 我们就会结束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而走的时候 你在路上有人走过来说我给你十块钱 那他把十块钱塞进你手中 那你问他这是干嘛 他说一句话他也不说 他说给你 那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呢 你的回应会是怎么样呢 他贸贸然的一个陌生人来到你面前就塞十块钱给你说 这是你的我给你 我给你你会接受吗 我觉得有多少人会接受的有吗 有多少人会接受的 我不晓得你觉得我们以前一直都以为说 人看到 鬼看到钱都会眼开 那哪怕是人对不对 那我们还以为说人一看到钱应该是会很容易的接受 曾经我把我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年轻人的团队里面 把他们拉在一起 那我给他们的一个任务 我给那时候这个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就是两块钱已经是蛮大的 蛮好的 那我就把两块钱 交给每一个年轻人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就是说两块钱 贸贸然你出去的 到广场去 看到人就把两块钱塞过去 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给我两块钱 一句话也不能讲 你只能把两块钱交出去 你两块钱还没有交出去 你不能回来 所以聚会完了之后 唱完试了之后 他们就拆开他们全体出去 他们全体大概有 那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有100个年轻人左右 那时候百费广场刚刚开 那他们100多个年轻人走进百费广场去 那走进百费广场去 他们走来走去 就是找人说 我给你两块钱可以吗 我给你两块钱可以吗 原来他们回到了最终 我们还以为说他们一出去 大概有半个小时应该能解决 可是过了一个小时 还有三分之一还没回来 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 三分之一才回来 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 你出去给两块钱给人家的时候 反应是怎么样 他说你没有看到很多人的眼神 看着我们的眼神 就好像说我们不懂是从哪一个 哪一个火星降临的那种人 为什么白白的把两块钱送给我们 他们有些人拿的时候还一直问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给我两块钱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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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 那时候我是在教导我们的年轻人 怎么样出去把福音传出去 当我们讲到如何传福音的时候 怎么样传福音 这一块的时候 不要发觉到一件事情 我们所讲的福音 福音原则上就是说好消息 我们要把好消息传出去的话 就等于说今天 如果我们在新加坡的哪一个角落 找到 很好吃的炒果条 你这件事情你会做的是什么 现在很流行 就把手提电话拍一拍放在Facebook上面 就告诉他在某某地方找到好吃的东西 以前比较传统的没有手提电话的时候 你找到好吃的炒果条 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回到家 那就是跟家人说 那边的炒果条 不错 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吃炒果条 带你去 或者你找到一个好榴莲 一个好品种的榴莲 你可能就会开始 分享出去 开始跟 跟人家分享 说某某地方的这个 卖榴莲 卖的不错 它的榴莲蛮好的 那你就会尽量的 一般上尽量的先把家人带去 会不会 或者是 自己默默的 自己去享受就好 我看一般上我们都会 使用说 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带领我的家属去吃 同样的原则 当我们经历 好消息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神的同在 当我们讲到福音 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 当我们讲到 是经历了神之后 我们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要告诉人家吧 我还记得在奥克兰的时候 在去年我到了奥克兰去 到了奥克兰去的时候 有一位老人家 而这位老人家 他走进来的时候 是推着轮椅 推着个轮子的拐杖走进来的 他走进来了之后呢 在聚会完了 聚会过后 我们就觉得说要为这位老人家祷告 为他祷告了之后呢 谁知这个老人家呢 他就一直说这句话 他说 我不能走 没有我的拐杖 我不能走 可是呢他就在教会呢 走了一大圈 就是没有用拐杖走了一大圈 我说好等一下我们给你 他就走走走走走 走了一大圈 走一大圈出去了之后 他一直还想这句话 口头 口头里他讲的一句话 如果我再坐下去的话 就不能站起来 好那我们是说好老人家 老婆你就坐下来 他坐下来又站起来 我们又在走 他又在走走了一大圈 整个会所都走了一大圈 饶了一大圈之后 他出去外面的时候 他坐下来 坐下来呢 过后呢 他的亲人来载他回家的时候 他呢就说 你们把 你们把这些 你们把我的东西 我这个 这个推椅 把它推 属于说 放在车上再回家吧 我走回家 他自己走回家 然后呢 当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呢 他就在QQ上 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 今年 今天 他说今天是我的六十大圣 我已经不能行走 大概有十年了 可是今天神所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我重新能走路 而过后呢 在奥克兰的一个报章上呢 他也登了他自己的故事 那这个老人 这位老人家 他所分享出来的 很自然的 一个非常自然的故事 当我们向朋友要 为什么我们会向朋友 传扬福音 或者传扬神的美德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尝试了好 在我们生命上 影响到我们 而好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分享出去 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发觉到 我们应当所做的回应 就是把好消息传出去 而且呢 耶稣呢 就在他大使命里面 在马太福音 第28章第18节 到20节里面呢 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出去 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 这是耶稣所吩咐 我们所要做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传福音 那我今天下午呢 我在另外一个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一个朋友就问我 她说 那牧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 那我又应该怎么样做呢 因为我还 我刚刚信了耶稣 那我的家人都没有信耶稣 那我应该怎么样做 我是否应该 现在就把生命 继续把生命交托给耶稣 我就告诉他 我说好 我们就这样讲吧 我们大家都在一个 黑暗的房间里面 在摸索 我们曾经都在一个 黑暗的房间里面摸索 当我们如果把这个 整个教会里面的灯光 全部都细光了 把它关上的话 就一片黑暗 那我们每个人呢 都在摸索 摸什么呢 希望说找到出路 我说当你找到那个门 要出去的门的时候 你一摸到门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自然的反应 就是会先把门打开 看看一下外面的 是否是能出口吗 如果找到出口了之后 我们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个反应 当然是走出去 那如果你要引导其他 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一起走到那个门口的话 你就要先走出那个大门 而在门外 把那个门打开 站在门外 就说 这里是光亮的地方 走出来吧 我找到出路 在传福音这个角度里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 当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所看到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影响了我们 帮助了我们 在我们祝福了我们之后 那我们应当对于家人的回应 就应该是站在门口说 这就是出路 请往这边走过来 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个朋友就继续问我说 可是我整家都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没信耶稣的话 我跟他们谈的话 他说那你自己的经历 应该是很难突破吧 我说对啊 我说往往都是这样 就回到那个黑暗的房间吧 今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把灯熄了 全部灯熄光了之后 那你三经半夜 你一起来的时候 你一开灯的时候 眼睛受得了吗 当然受不了 突然间一束亮光一照进来 你的眼睛就很不舒服 我就告诉他 他说对啊 当他们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就会排斥我 我说不是 我们要知道 你要自然 习惯就变自然 就等于说到了一个地步 他要先适应那个亮光 连亲见的呢 他就会能忍受 而接纳那个亮光 那我说 我就分享了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父母亲 当我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 我父母亲就被整个家族 平到一文不值 因为我是第一个在我整个家族里面 信耶稣的 而且我的家族 他们以前是卖谈香而发达的 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就是从那种传统的家庭出来 我是第一位 信了耶稣之后 被贬到一文不值 尤其是我母亲的那一家 因为我母亲他们是广东人 广东人他们讲主的时候 他们时常讲到信耶稣的人 叫做信主 他时常在广东话里面 主就叫做菊 菊的意思就好像煮饭的菊 所以每次我出去教会回来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会问我 菊熟了没有 回来了 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去煮吧 去煮吧 会玩菊 就一直这样 在那种情况下 很难受 不过在难受的过程里面 仍然发觉到 原来以爱 神的爱 去爱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能符合神的要求 而把爱传达给他们 我父母亲没有立刻信耶稣 当他们信耶稣 父母亲信耶稣的时候 只是大概八年前 他们信耶稣 我父亲近年就回天家了 不过八年前 他们信了耶稣 在八年前信耶稣的时候 还不是我传福音的 我都没有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反而决定说 时间到 他们跟我的大哥 我大哥一直都没有信耶稣 跟我大哥一起走进教会 那在另外一间教会里面 他们信耶稣 受洗了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很多时候 当我们说要传福音的话 我们要 我们要 比较敏感 我们对某一些事情 我们要比较敏锐 要敏感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我觉得说 有些时候 我们变成的不是 福音的使者 乃是福音的抵挡者 怎么样讲呢 当我们对 别人的信仰 当别人的 他们一生以来 他们所信仰的 他们的生命里面的 价值观 去评论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不是福音的使者 福音是好消息 对不对 好消息就是说 在他们的 当我们出去 跟一个朋友说 你要快快 悔改 信耶稣 得救 不得了 你叫他悔改 他就在想 难道说 我一生当中 我所做的 都是错吗 我所做的好事 都是错吗 就好像 就好比是 我们在评估 他的生命 如果 如果 福音是好消息 而福音是 真心的话 我们就不怕火炉 既然 真心不怕火炉 那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只宣扬 好消息 宣扬耶稣的伟大 宣扬耶稣的大爱 因为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 在其他的信仰当中 我们是说 朝拜一位神 可是在基督信仰里面 是 与神 有个关系 就回到 那三个字 我爱你 这三个字 就回到 我爱你 这三个字 在这个三个字里面 我爱你 这三个字里面 如果是一个 陌生人 短讯给你 或者给你一个字条 说我爱你的话 我看 姐妹们 第一件事情 就快快的溜 陌生人给你一个纸张 一张纸张 谁张 我爱你的时候 你就快快的溜 因为这个人 可能是变态的 那 如果是一个 不是个陌生人 乃是一个 追求你的人 给你一个 我爱你的话 你起初他追你的时候 他第一次给你 那三个字 我爱你 第一次给你的时候 跟 那个意识 跟五年后 同样三个字的意识 的 重点 还有他的意识 就越来越深 在生命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所需要做的 不要怕 不要怕 他们的信仰如何 我们应该把神的爱 传达给他们 这是一方面 有些时候 我们抵挡福音 怎么变成抵挡福音 因为我们批评人家 我们批评人家 而且我们属于说 责怪 他们不信耶稣 我从来没有看到 两个人在争吵当中 到了最终 他会信主 从来没有看到 我自己就是个例子 我小学的时候 我的朋友每次要放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在学校里面 每次放学的时候 就坐下来 一直属于说讨论 不过正正的是在争吵 我们在吵架 他们说耶稣有多好 我就说耶稣有多不好 到了最终 我赢了之后 他们说 你永远不会改变 我说 你们也是永远不会改变 因为你们只强调 你们的好 你们觉得你那方面好 我所的信仰有什么不好 可是到了最终 我还是信了耶稣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有些人会阻挡福音 或者他们不想 接受福音 是因为惧怕 在文化过程 我们要对于文化 我们要很细心地去考量 怎么样讲 有一些文化里面 当某一些人 信耶稣的时候 某一些种族 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晓得 对于我们来讲 信耶稣是一个 很自然的东西 信了耶稣就没事 不过有一些文化里面 信了耶稣 他们所要摆上的 所要付出的代价 不是这样简单 因为我晓得 有一些 有一些同胞们 在新加坡里面 有一些不同种族的同胞们里面 他们信了主之后 会被赶出家门 不只是赶出家门 赶出去他们的文化的系统里面 被赶出去排斥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对这些比较敏感 不要成为福音的盘角石 我们爱要爱的正确 不要爱 不要爱他变成害他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唱歌了 就是说反而爱你变成害你 我们就变成害人了 我们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我们好好的爱他 如果说传福音 传福音的重点在于哪里呢 第一个重点就是带出神的同在 带出神的同在 耶稣的同在 耶稣的真实在他们当中 好让他们感染到 看到 当他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要理解 人感触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他不能拒绝 反而如果看不到 如果看不到 如果感觉不到的话 他没有感觉到神的真实 既然耶稣说 他是爱 既然在圣经里面 他告诉了我们 我们是世上的盐跟世上的观 盐跟观在世上里面 我们是要加在人家的生命当中 在他们的价值 他们生命的价值观里面 有个加而不是个减 不过有些时候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好消息变成坏消息 怎么样讲 好消息变成坏消息呢 好消息本来是神的福音 是好消息 可是当我们传到人家的耳朵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贬人家 你一扁他的时候 就对他来讲是个坏消息 而不是个好消息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劝勉 在劝勉的过程里面 我们劝勉他们有关于神的爱 那要劝勉他们什么呢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我们要劝勉他们 有关于他们信仰当中 信耶稣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时常都华人都有这句话 就是说卖花蘸花香 那我们竟然不是说卖耶稣 不过当我们讲到耶稣的美德的时候 我们应该好好的说有多好 而不要讲到你的有多不好 当你讲到人家你的有多不好的时候 我们是找价来吵 而不是传福音 下来 如果我们说 那我应该如何好好的去传福音 在那些年轻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教导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教那年轻人 我教会的那般年轻人 我教导他在生命里面 学习做五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学习祷告 第二样东西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学习讲自己的故事 而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华人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夸自己的生命 或者不然的话 一夸起来就不晓得怎么样收尾 所以讲起来一直夸一直夸 就是变成一个小蚂蚁 就变成了一个六尺长的蚂蚁 这样夸法 我们要小心 当我们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大家可能不会读圣经 或者去理解圣经的教义 可是他看到你的生命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五本复印书 四本是记载在书上 第五本你看看隔壁的 你看看你隔壁的那一位 你说你就是第五本 所以第五本就是你跟我 你跟我就是第五本复印书 因为书本里面那些文盲的 会告诉我们说 我不晓得怎么样去读 可是他不可能看不到 除非他是瞎子 如果是瞎子的话 他也会感染到 因为你跟他之间的交情的时候 他会感染到你的真实 所以我时常讲这句话 我时常鼓励弟兄姐妹 我说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最难传福音的对象是谁 最难传福音的对象 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透了我们 当他们看透了我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都会有一个问号在脑海当中 不过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最难爱的是谁 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感觉 最难爱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比较高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比较高 我们也对他们所要领受福音的步骤 也会觉得他们应该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急 不过我觉得如果要好好地传福音的话 我们就往往不要忘记一首歌 这首歌它里面有一段就是这样说 我们不只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就是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它是否能牵得到你的手呢 这一环我们需要问 因为当我们牵到他的手的时候 他愿意把手交给你的话 他就愿意让你陪他同行 而在陪他同行的过程里面 他的生命就能看到改变 在这个传福音的整环里面 最重要一点还是要祷告 祷告又在祷告 祷告当中还要祷告 怎么样讲呢 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什么 我们求神说 为着那些还没认识他的呢 好让他们能感染到 或者感触到神的同在 而也要为着自己祷告 为什么为着自己祷告呢 我们为着自己祷告 求神说 我们不会成为别人的叛脚石 弟兄姐妹 我觉得说 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呢 是赐给所有口里相信 心里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的 都能得救 可是他们又如何听到 如果我们不传呢 这是我们应当说考量的 阿们 阿们 宅